不管怎么样呢 第一次做 起码这些厚薄是不一 但是起码都成型了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起码大叔 有一位热心的忠诚粉丝 给我寄来了一堆 做这个深酮糕点的材料 所以我虽然在隔离期间 也可以尝试一下 下面呢 把这个过程录一段来看一看 这地上的一堆东西 包括这只碗 全都是这位网友快递过来的 隔离期间的话呢 手里连把刀都没有 只有这个指甲钳子 就拿这个来拆包了 弄了一个硅胶垫 这个上面 把面粉就放在这个上面 应该是有椰子粉 和那个车前壳子粉 拆封出来是这样子的 有这个手套 有这个模具 有零卡糖 这个应该是磁显糖醇吧 对 然后还有牛奶 还有卷纸 这个是 还有椰蓉 打开之后才发现呢 还少点原材料 还少一个车前壳子粉 本来呢 还少个黄油 那黄油也倒了 这个还是好像星期晚的黄油呢 那我现在就得等 那个车前壳子粉到了以后 我们才开始操作 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这个材料应该差不多是到齐了啊 现在有这个椰子面粉啊 然后有这个洋车前子壳粉啊 还有这个小的这个凉杯 勺子 泡打粉 黄油 哇 这是昨天造的啊 这个还有橄榄油呢 行吧 我们开始试验一下 好的 准备开始做了 材料全部到齐 戴上这个手套啊 我从来没做过 今天试一下 今天是免贴的粉和这个 洋车前壳子粉啊 我已经比例的比例 就刚才过得过专家了 我们的网友妙幻啊 然后 这全都是他寄过来的 谢谢 放一半 放一半 这个只能靠估计啊 我们有比较准确的一个厨 大概估计一下 这个火源弄了 泡打粉这个 要放很少一点 它一个比例上讲的话 是面粉用量的0.3%到1.2% 那就是很少一点了 是吧 紧张弄一勺子就差不多了 1.2% 紧张到1.2% 这么多 它这个虽然说这个泡打粉里面 还是有电粉的 但是相对这个含量来说 它是很少一点的 所以也关系不大还是多 后面放一半 它还没放一半 放一半 可以放一半 这些奶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放这个牛奶 牛奶里面也含一些碳水块和物对吧 它是100毫升可以含到应该是4.8克 但是没关系啊 因为这样算下来其实都没有放多少的 然后的话呢 把它做成饼子 像他们这个椰子粉里面的话呢 是吧 像是脂肪呢 含量都比较高的 然后这个前壳粉 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话呢 它们这个劲开始比较低 因为它里面的纤维含量比较高一些 但是纤维含量高 这些绒子就放一点 这个绒子糖醇量 我就把它放到水里面 然后的话呢 再倒水 这样的话就 倒进去还是容易均匀了 是吧 这个水的话呢 水我已经烧开了 用的是矿泉水 矿泉水烧开 然后它凉到60度左右 再把它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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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一个吃鲜汤醇上倒进去 然后可以调一调它的味道可以甜一点 搭这个 吃鲜汤醇 搭得到这个 哇 可以吃了 吃鲜汤醇它这样的外面熟的它应该调整到一个差不多是跟白糖似的 一样的甜度 等这个冷到60度 这个是房间里发的隔离的时候发的 每个人可以测体温的 撤一下这个 还是还高 等一等 看一下这个水温到多少 42度 看这个 大火锅里边 更就收拾了 它可能要调一下 挺高的 准备吧 我觉得现在可能做得很精确 可能做不到 就像对性是什么 一样的 不知道这个水够够了 我从来没做过 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点水 可以啊 我觉得再加一点水吧 把这个鸡肉 把这个鸡肉捏一下 好像可以了 可以把这个鸡肉捏了 油把这个鸡肉捏了 真正 年轻还可以 厚薄不一样 不过好歹成型了对吧 第一次做是不是做成这个样子 还可以了 有的厚有的薄 我们隔离这个东西做出来 只能自己吃掉 也不可以跟人家分享 现在是做完了 然后我再尝一尝 看看味道怎么样 现在我拿一块做好的 这个小饼 深桶小饼 隔离期深桶小饼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还好起码不会散 它因为有这个羊扯前壳子粉 所以还是有点黏度 很明显 有椰子的那个香味 椰子粉的香味 口感还不错 应该还可以再加一点 刺鲜汤唇 让它再甜一点 甜度是有 可以再加多一点 我给自己打个七十分 我说